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错再错 沉沦的心能否得到救赎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静静期待 方云巨阵 两集迷你悬疑聚集 深山惊奇 下集 今天就在这里摆上这些桃树 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了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 静静跟我是一家人 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你再亲你爸 你爸真不来猜到我们婚礼了 我晚上打电话给爸 商量一下 让他一个人来 你结婚不让静静 嗯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哪 需要消毒 那我家去吧 我家有药 来 路上滑小心点啊 我们家就在前面 你为什么躲着琉璃啊 你是不是偷偷东西了 肚子饿了 我偷就会饿死 你救了我们家孩子 我特地在追这东西 来感谢你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 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 对吧 所以 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 我在土地镇 投资办了一个养地厂 前来人拿一笔钱 这大晚上还笑这么大的雨 要不 今天晚上 你在我这空屋将就一晚 我听人说 在你们家附近啊 出现了一个垂腿的流浪汉 这几天你男人不在家 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 谢谢 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 你们知道吗 养鸡场 没有养鸡 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 今年过了 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 我把那些鸡呀全吃锅了 回来了 给你的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 喂 老公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就前几天我在身上 金翘 我正在做理疗 不太方便就那话 那个晚上我就回来了 等我回来再说 真的 你晚上要回来呀 那好吧 那晚上回来当面说 开车路上小心点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我老公今天晚上要回来了 我给你做 你怎么还没走 我把这些柴批完就走 金翘 我可能就晚几天再回来了 怎么又要晚两天呀 我不是把存理店铺给转让了吗 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完 还漏了一下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有什么重要的事电话里跟我说呗 算了算了 没事了 你回来再说吧 你男人不回来了 城里人都想着自己 我老公还有事情没办完 不是你想的那样 城里人最喜欢骗人 你都不了解他 凭什么这么说 他瞒着你参加儿子婚礼 他是怕我不高兴 那他就应该说服他儿子 让你一起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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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 我不管 一口一个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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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你多了解他们一些 我是为你好 那些材够了 你走吧 叫你跟着我 我会让你吃香的 喝辣的 你怎么回来了 我有东西到你们家了 走 那你自己去拿吧 我忙着呢 咕咕咕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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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冰秋 老公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过两天吗 说是剩下的事 不用我亲自处理了 让小坤跑就行 真的 太好了 老公 城里男人坏得很 金秋 你必须离开他 我不会让这个城里男人 伤害你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讲 我都回来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 等我把东西放下 再说好不好 走吧 不是 这件事 真的特别紧急 我必须现在就跟你说 前几天 金秋 陆大哥回来了 你是 我自己救的公主 我叫陶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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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学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好买两瓶好酒回来 你先歇会儿啊 我把行李放了就出来 陶飞 去查查好菜 一会儿 我给你同学喝两杯 讨厌 我来 那个陶飞 真是你高中同学 小坤婚礼办的怎么样 挺顺利的 小坤给你买了条手链 让我给你带回来 挺好看的 我给你带上吧 你帮我谢谢他 好了 我忘记给你买巧克力了 忘了就忘了吧 我不是把城里那个店面转让了吗 想跟你商量一下 转让那个钱 能不能给小坤他们买套婚房 买呗 咱有桃林 反正钱又用不上 拜 就开那些菜 辛苦了 没事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这新的背心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你那么多背心啊我还给你买了 小桃 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小桃 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 他住哪儿啊 干嘛呀 炒户口啊 吃饭吧菜都凉了 来 我就是关心一下 你那个亲戚干什么工作的呀 工人 以前跟我在同一个工地上 我都能看到 我在看他那双鞋 在看什么 我在看他那双鞋 如果是瘸子 它瘸子那只脚 会更用力一些 脚后跟位置的磨损程度 就会不一样 你看它那双鞋 两只后跟一样平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它那双鞋前两天刚买的 来不及磨损 你怎么知道的 它告诉我的 胖婶 给我拿包烟 好嘞 老陆啊 你们家金秋前两天给你买了双布鞋 比皮鞋穿舒服哈 金秋买的呀我都喜欢 你咋不把金秋带到城里去呢 这自己的女人哪一定要带到身边 再说你们家金秋长得那么漂亮 可别便宜了别人 行了 胖婶回见啊 你说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又年轻 干嘛找一个抵他弹那么多的人啊 他图个啥呀 图啥 图钱呗 这一死了不杀杀豆 你答应我这次回去跟小昆谈谈咱俩的事儿 谈了吗 没谈 为什么呀 咱们俩又不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儿 有什么可谈子呀 行了 你就别瞎糟心了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老这么僵着 行啊 小昆刚结婚 我总不能在人新婚妻跑去大吵大闹吧 我也没让你大吵大闹呀 你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呀 小昆的脾气有多酱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也不能瞒着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哪怕你跟我直说 你觉得我去了不合适 我也可以不去的 是啊 我是瞒着你了 可是 你就没什么事儿瞒着我吗 新秋 陆大哥 我走了 要走啊 那不送了啊 慢走 你怎么又来了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回老家 可我身上没有钱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以后我一定还给你 多少 两千 行吧 我会让我老公去取钱的 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还有 小刘 我的事儿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小刘 正好碰到你了 那个 给你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树苗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的呀 不过你要给我两千块钱也行 别闹 忙你的钱 行 那我走了啊 走吧 好 干嘛呢 吃饭啊 我记得 以前你很少做茄子呀 好 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啊 我还以为 你口味变了呢 哪有 前去回来了吗 哦 给 要不然 一会儿我给小刘送去吧 不用 过两天要买肥料了 到时候我一起送过去 行 这里是两千块钱 你拿了钱就赶紧走了 我今晚就走了 送给你 我的手上 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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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川 王川 吃饭了 都回来大半天了 还不饿呢 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 也不说话 也不吃东西 饭都凉了 我重新给你热的 我再给你打碗汤去 告诉我这衣服谁的 这应该是我高中同学的 你可没告诉过我 他来咱们家里住过 你别误会 他住的是对面那个空屋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这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屋子里 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保证 他没有进过咱俩的房间 绝对 杨静秋 你偷人都退到家里来了 你说什么 偷人 下午在小河边 你跟陶飞干嘛呢 你跟踪我 我跟踪我 我取钱的时候碰到小河了 说实话 我真没这个脸皮 向小刘承认 我老婆把我骗得团团转 是啊 我骗你是我不对 我要说这话你能信吗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相信 为了你 我跟儿子作对 成人盯我不要了 陪你在这个拽购里待着 所有人都不相信咱们俩在一起能够长久 我就不信这个邪 看来我儿子说的对啊 我哪有这福分 我拖累你了什么 所以你想回城里了是吗 是又怎么样 最多我又就算个初二番啊 不像你吃得完你的 看着锅里的 陆婉超我告诉你 我杨金秋行的正错的端 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管内容 我哪有得 你哪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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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得 你 跳动 你这是干什么 想想 别过来 你是不是很老公吵架了 要不然跟着我算了 丧生 再跟我叫人 叫什么人 叫人 没人 我来陪你 救命 救命 你谁呀 给坏牢子好吃 你就是村里偷东西那个死穴子 我告诉你 你这坏牢子好吃 我告诉你 你啥 滚 你怎么敢打老子 你给我等着 我找人来收拾你 你给我等着 站住别动 你不拒 隔壁镇也没有养机场 你说你拿了路费就走 结果你没走 有没有一句真话 金秋 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 那就不用说了 你 你听我说 你别动啊 我是有苦衷的 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伤害你 金秋 你到家怎么才能原谅我 我们之间谈不上原谅 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我只希望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金秋 我都告诉你 我都告诉你行吗 我都告诉你 老陆 小刘 老陆啊 再征求意见 现在村里不是在修路吗 需要把村口那棵大树给砍了 如果你同意就在这里签个字 行 没问题 我跟你签 你听说没有 村里进了贼 好几户人家都被偷了 有贼 对啊 说起来也奇怪 这个贼只偷吃的和穿的 其他什么都不偷 你们家晚上也注意点 把门框都关好了 那我先走了 我还有几户人家等着我签字呢 行 小刘 那麻烦你了啊 没事 我来这个村子 似乎有多警察 你犯了什么事 我杀了人 金秋 你跟我说去 杨宁 我杀了人家 你犯了 别喊 金秋 别喊 我求你们了 别喊 小刘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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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 别叫 别喊 别叫 别叫 我把手松开 我把手松开 你别喊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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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大霞 白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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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囡 amiga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为了保护你 我老公会来救我的 想多了吧 他根本不爱你 也许你现在很恨我 但早晚你会明白 到底谁才是真的对你好 救命啊 有人来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呢 救救我 救命啊 我在这住了一个多月 从来没人来过 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 认真地想一想 谁对你好 林秋 这是我女儿 可爱吧 我曾经也是个有家的人 想你跟着我啊 我会让你吃香的 我喝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别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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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撑了丧家犬 四处躲藏 到这儿来的时候 我本来想的是 找个没人的地方 就这么自生自灭 感谢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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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不要打了 从你的 ican 我真的已经忘记了 我还是个逃犯 我幻想着 我就是家里的男主人 你是我的女人 我还幻想着 你在厨房里熬着粥 我把刚才回来的花 插在花瓶里 米香味 花香味 一起扑面而来 这样的画面 要是能永久地定格 那该多好 你老公 那个城里人 他真的不爱你的 他同你年轻 同你漂亮 他在玩弄你 城里男人都这样 手里有几个臭钱就将占有所有的女人 我见得太多了 金秋你太单纯了 你被他骗了 我决不允许他伤害你 所以我不会让他找到你的 以后 让我来保护你 金秋你别这么看着我 用你还isé 这个 来 谁 宇宙 快 快 所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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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醒了 我扶你起来 饿了吧 我去找吃的 你到我 我去找吃的 你去吃的 我去吃的 我去吃的 你去吃的 我去吃的 你去吃的 你去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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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医生鞋 头飞 头飞 你要摔死我了 我去烧他 孤单 我去烧他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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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这个混蛋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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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你真是你别吓我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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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仠 阿珠 叔叔 你在干嘛 叔叔 你在干嘛 叔叔 你在干嘛 叔叔 吃糖 叔叔 是你啊 你上台救过我呢 你认错了 我没救你 叔叔 我没认错 你上台帮我吸过蛇毒呢 血压蛇毒 那我家去吧 我家有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晓菱 我女儿也叫晓菱 叔叔 你都流血了 我送你上卫生院吧 晓菱 叔叔没事 你赶紧回家啊 晓菱 叔叔 先走了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救她 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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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先救她 你和她的伤 最好都去处理一下 免得干扰 我 我没事 我老公怎么样 病人的情况呢 目前来看比较稳定 血也止住了 没什么大碍 休息几天应该就回家 听到医生说了没 没事了 咱没事了 咱俩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你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留那么温和血了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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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舀 跳 我把你担心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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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担心 现在 凌云 哪个女人啊 对不起 你去哪儿 自首 我想在有生之年 还能再看到我的女儿 我叫齐振铭 这名字 你把地址给我 你女儿的地址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 争取早早出来 我跟我老公 会经常去看到的 我会跟他说 说他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了 放心 我会照顾好的 我会照顾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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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使用暴力致人伤惨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 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老桃 你真没事的 你真讲什么话呀 我告诉你 当时我咔咔两下我就 你就别吹牛了 你看你都挂踩了 小不胆了 小阿姨 其实你能同意我爸给我俩买房 我真没想到 我真挺感谢你的 一家人不说两句话 以后也别叫什么小阿姨了 就叫金秋姐 差备份就差备份吧 差备份有什么了不起 开心最重要是不是 对 那金秋姐 那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 开一个网店 让全国人民都吃到我们家的脆糖 那我和小慧也来帮忙 那必须的 好 加油 加油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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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